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上面的储能材料 上面的储能材料是未来以后环保 一个很重视的一种材料 因为它可以折散很多能源 减少很多碳排放 其实我们除了减少自己的容量 就是在那个降低生活质素 或者是减自己需求里面 去希望减到碳排放 有没有办法是可以不影响自己的生活质素 去减碳排放呢 其实是有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用一些科技的技术去减的 有一种材料如果它是用了它之后 那个电是用少了 但是都是保持到温度的时候 那这个呢 就会是功效非常之大 那这个材料就叫做 上面材料 phase change material 什么叫做phase change 相就是说有不同的态 那我们读书一会儿 读中学一会儿 读物理 那通常呢 就说有些物料 就分开三个态 固态 液态 和气态 那其实呢 除了这三个态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叫做等离子 那等离子呢 是比气呢 就更加 规管得少 就是更加 气疏的 那这个是一个温度 和一个压力特定之下呢 才会出现的态 那 讲完这个相变之后呢 我就要讲一个叫做儲能的概念 儲能的概念就是说 在一个相和一个相之间 就是由固体变液体那时候呢 那个相的变化里面呢 它是可以 储存很多能量 这个能量就叫做latent heat 那就是说固体变液体 固体变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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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零度呢 它可能需要的能量呢 就是几倍 升一度的能量 那这个呢 就是讲的叫做latent heat 如果我能够调调到一些物料 它那个固体变液体 是讲的20度的 那 这些物料用一些金属 装着它 跟着呢 安在墙里面 如果高过20度的 那这些物料呢 就会吸热 如果是 那天气低过20度 那这些物料呢 就会释放它热 就是用latent heat 去调节那个温度 那这个呢 是在上一个世纪呢 九十年代呢 在美国呢 已经是开始研究 和应用的 用在石膏板 长板 和运营土的结构里面 那有些呢 直接是用在哪里呢 用在一些太空衣那里 那今时今日呢 呢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研发了很多这些 双边柱能的物料 那 那 它令到 有些东西呢 是可以将它的表现 就更加 那 那 令到呢 就整个环境呢 是受到保护 因为它可以折散很多能源 今天想讲的 双边柱能材料 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